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芒果這一家 趕快訂閱趕快訂閱趕快訂閱 台北濕濕冷冷的天氣 持續了好久好久 久到忘記太陽溫暖的滋味 終於在228連假等到久違的好天氣 騎乘機車載著柴翠芒果妹妹 一起出門兜兜風曬太陽 從幼幼小才時期就開始訓練坐機車的妹妹 今天依舊老神在在 在姊姊腿上乖乖趴好 享受著何許暖風與陽光帶給我們的舒暢 沿著松河間向前奔馳 我們往南港的方向前進 風太大把妹妹的帽子都摧歪了 但她還是很喜歡兜風小旅行 一直探頭看個不停 之後繼續往東新街的方向前進 不到一會兒我們就快到今天的目的地了 帶妹妹來 這裡是南港公園的千山步道 哇 走太陽了耶 好開心喔 今天我們就一起跟著幸福的柴翠芒果屁屁 來一場久違的光之饗宴 今天都好天氣 比昨天還好耶 而且台北終於放晴了 連續下落不知道多久的雨 終於放晴 我覺得那種感覺真的是不一樣 終於可以出來曬曬太陽了 哎 因為台北一直下雨 下到都發美 心也都覺得好看 終於可以帶妹妹來曬太陽 今天我們來的是南港公園 南港公園於民國76年開始僻建 位於東新街與陳福路交叉口附近 看到中式紅色牌坊就是南港公園主要的路口處了 南港公園設有專屬的汽車停車場 周圍也有很多汽車與機車停車格 自行開車或騎車過去停車都非常方便 如果是要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可以搭乘捷運版南線在昆陽站下車 從4號出口步行淵10分鐘就可以到達囉 也可以搭公車2578832到南港公園站下車 下車處就是公園的大門口 那像南港公園還蠻大的 想說我們住那麼久都沒有來過這裡 聽說這裡的能量很強大 所以我們今天來享受日光日暖還有補充能量 看到一個很特別的植物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耶 南港公園的腹地相當廣大 面積約有11.8公頃 有遼闊一望無際的大草原 北街連勤總部 南聯南港國宅 第413磅水 向東遠眺還可以看到台北101和四壽山 是南港區最大以及擁有天然祠堂的景觀休憩公園 旅館 對啊 這的布 在那裡釣魚 喔 在那裡釣魚 還蠻享受的 悠閒的生活 每每遇見一隻彩柴耶 整方有一隻彩柴 這都是彩柴 彩柴的打招呼方式 就是先淡定的看一下對方 你不動我不動 你一動我就跟著動 再繼續觀察偷看一下 兩個還在偷看 釋出善意的尾巴搖一搖 結果還是不敢輕舉妄動 卡住 所以他叫什麼名字 爹爹 爹爹 他叫芒果 芒果 嗯 國語還是白語 國語 不行 就跑掉 就跑掉 拜拜 妹妹遇到一隻柴犬耶 你們的柴朋友 好可愛喔 妹妹啊 這裡好多柴犬喔 柴犬要來曬太陽 對啊 幸福的柴犬 應該要大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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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柴犬跟我們在 裡面喝一點 嗯 看得出來 可是 有年紀看起來也是很有活力的啊 你看妹妹看起來也是年輕年輕的 準備都一支asa 鎖刀公園圓區內的設施相當豐富 有亲自可以一起玩的森林冒险游戏场 还有篮球场、网球场、慢跑道等运动设施可以尽情运动 以及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景观 翠绿的大草原和茂密的树林 池塘也新硬把露丝在此停留 适合大朋友、小朋友、毛小孩、一家人一起踏青的好去处 露出一个狐狸尾巴 露出一个狐狸尾巴 芦苔 papier 鬆 鬆 Best 冰雾 母 母 大盲 跟著妹妹屁屁一起走吧 妹妹啊 我是走這邊 應該是這邊 你要順 順順起來 謝謝 爸爸 原來這裡就是能量廣場 荷蘭科學家亞伯指出 南港公園運航能量半徑達16000公尺超高能量指數 在南港公園待一小時 勝過森林域一整天 建議民眾配合靜坐冥想吸收大地精華 提升免疫力達到身心平衡的狀態 純月圓鬥 滴火 西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到了啦 在那边 垃圾桶在那边 我看到了 對 妹妹 你可以在外面吃嗎 走吧 這階梯算蠻高 不太適合狗狗走 以前我們都沒有意識到上下樓梯對狗狗的影響甚大 長期爬樓梯會讓狗狗出現腰椎和關節的問題 因為上樓梯狗狗的膝蓋承受身體壓力是體重的兩倍 下樓梯則是體重的七倍 尤其是前腿約承受身體六到七成的重量 以前都沒有注意那麼多 總覺得她上下樓梯的模樣好可愛唷 但是自從妹妹年紀越來越大之後 發現妹妹走路變怪怪的 摸到被痛到會該該叫 帶去獸醫院進一步檢查 確認妹妹長了輕微骨刺 獸醫說不能再讓她每天跳上跳下了 因為這樣對她的身體負荷是非常沉重的 所以為了狗狗能健康陪我們很久很久 上下樓梯請記得抱著組織喔 除非是這種平緩的小階梯才會讓她自己走 抱狗狗的正圈方式是保持狗狗背部呈水平姿勢 一手穿過狗狗的前肢拖住胸口 另一手拖住狗狗的臀部 就可以輕鬆的抱著狗狗上下樓囉 平常保護狗狗腰椎及關節的方法 除了避免讓狗狗自己爬樓梯跳上跳下之外 還可以在家中四處鋪上防滑便喔 這樣狗狗在家奔跑就不用擔心地板太滑而滑倒受傷了 平時狗狗也要維持適當的體重 才不會因為狗狗吃太多變胖造成身體的負擔 還有可以從狗狗年輕時開始補充一些關節保健品 以及適當適量的和緩運動也助於維持關節的彈性 最後如果家中的沙發或床鋪有明顯的高底差 建議購買適合的小樓梯給牠們行走 這樣子就可以減少狗狗一直跳上跳下的次數了 下樓也不是成功啊 下樓梯在那邊處處處都一樣的沒有辦法 不然一個人真的很懂 變天了 太陽被厚厚的雲層覆蓋住了 妹妹又遇到狗狗 跟源氏抖 ET1小 ADHD 郭京 鞋 Bei 不知道它抖起來會不會掛 著滴滴 我要試按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巴巴拉巴拉巴拉巴巴 巴巴拉巴巴拉巴 柴犬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狗种 千万不要看它外表看似可爱 其实它是非常独立固执做自己的狗狗 所以决定养柴犬之前 请先做足功课 确认自己是否有时间环境能力和经济能力 因为大多数的柴犬都有洁癖 喜欢在户外大小便 不喜欢在家里解决 你和你的家人确定每天 能至少早晚各一次带它出门溜溜吗 还有下雨天台风天也风雨无阻吗 有时候半夜还要出门拉肚子 你起得来吗 以及它平时的饮食 保健食品预防针等所有拍销 还有生病老了的医药贝 都是养狗狗之前一定要想清楚的 养了它就是一条不归路 中养不弃养 要好好照顾它长长久久的一辈子哦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 还开始小铃档哦